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提要 重庆爆发抗疫示威民众据做核酸 重庆之乱陈明尔成李强第二 二十大仕途堪忧 李克强既大招拯救房市三千亿金融工具管用吗 疫情反而巩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中国稳就业贫破工失业保险金支出创新高 中国恢复外国留学生入境 二十大前中共封锁13.6亿社交账号 解放军室内突击演习处处都是繁体字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重庆爆发抗疫示威民众据做核酸 矛头直指习近平嫡系陈明尔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二十大即将于今年秋天举行 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 却和中国民众发生尖锐矛盾 重庆主城九区 二十四号开始全民核酸检测 大数据中心给一千七百多万人黄码 推特在周三二十四号流出影片 据称是重庆民众集体拒绝案当局要求做核酸检测 由于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 事件更加惹来网民议论纷纷 影片之中大批民众集结 并且高喊口号 表明不要做核酸检测 民众高喊核酸不做 有网民指出 由于近日重庆受到热浪及干旱天气冲击 周三更发生严重煽火 但当局依然要求民众在恶劣环境之下做核酸检测 所以惹来不满 中国媒体周二引述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杨林通报 重庆市803疫情发生以来 重庆市已连续发生15宗本土疫情 涉及5个源头8个传播链 他又表示 为彻底排查隐匿性感染 尽快斩断疫情传播链条 防止疫情扩散外溢 经重庆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从8月24号60起 对重庆市中心城区市民群众 开展一轮核酸筛查 当天全部完成 对于周三发生的霸检事件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被视为 习近平嫡系的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 有网民刘毅 一余陈明尔 陈明尔竟敢给本府台打脸 回头给他们全红马 也有网民嘲讽指出 山可烧 江可干 核酸检测不可断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陈明尔二十大仕图堪忧 立强第二 综合媒体报道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 重庆市高温 干旱 电荒 山火 和疫情 五灾起降 习近平的嫡系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的仕图 是否受到影响 引发关注 自8月18号以来 重庆市江津 大足 同梁 八南等多个区县 相继发生山林火灾 24号 重庆山火仍在蔓延的消息 登上了微博热搜 当地网民透露 重庆这一周七八起山火了 北被也在烧 已经至少七个区县都发生了山火 重庆太难了 还有网友发布视频称 重庆已经出动军队上山扑火 火灾发生三天后 8月21号 重庆市委书记陈明尔在会议上声称 灭火工作 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山火形势严峻复杂 要打好森林防火灭火这场硬仗 当天身兼重庆市总林长的陈明尔 市长胡恒华还发布紧急令 要求严防森林火灾 重庆遭遇事无前列的高温干旱 因发电力齐缺 自8月22号重庆商场被强制通知延后开门 营业时间调整至下午4点到9点 以降低用电复核 重庆知名景点 红崖洞外墙灯室及红崖低翠瀑布暂停开放 景区内公共照明缩减四分之三 一片漆黑 重庆所有商场写字楼都在县店 轻轨县店 市民乘坐地铁都是摸黑走 网友发布商城地下车库昏暗的照片 重庆限电商场车库也不开灯了 整个就是摸黑 持续高温干旱 还导致重庆66条河流断流 25座水库干涸 34个曲线受汗 粮食作物受灾严重 外界此前认为 陈敏尔在今年二十大上 有可能进入中共权力核心政治局常委 但在此关键时刻 重庆五灾起降 陈敏尔试图是否会受到影响 引起关注 有分析认为 高温干旱山火 疫情虽然是天灾 但陈敏尔救灾是否得利 或许会成为反习势力打击的借口 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 身为宣传主管的陈敏尔 为习近平打造形象 成为了习近平的亲信 习近平上台后 陈敏尔试图起飞 升任贵州省长后 又被调升为直辖重庆市的一把手 陈敏尔此前被认为 是习近平的接班人选之一 中共内部对他的名案攻击一直不少 2022年7月13号 中国媒体曝光 贵州独山县花费400亿元人民币 建烂尾楼的影片 这栋烂尾楼是陈敏尔担任 贵州省委书记时的所谓政绩 分析称 影片能在大陆公开流传 不排除背后 有人要打击陈敏尔 如今重庆山火蔓延 形势严峻 陈敏尔高喊要打好灭火战 山火却依然在烧 巧合的是 习近平的另一亲信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此前曾喊出 打赢上海防疫保卫战 但上海疫情再度复燃 李强的入常之路 也因此蒙上阴影 截至目前 重庆山火仍未扑灭 陈敏尔是否能打赢 这场森林灭火战 外界持续关注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李克强既大招拯救房市 3000亿金融工具管用吗 综合媒体报道 李克强今天2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增加3000亿以上政策性金融工具额度 房地产方面允许地方议成一策 运用信贷等政策 合力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等 据央视新闻联播 李克强主持国常会 部署稳经济一揽子政策的 接续政策措施 加力巩固经济恢复发展基础 主要包括 一是增加3000亿以上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额度 依法用好5000多亿元专项债节存限额 持续释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和传导效应 降低融资成本 二是核准开工一批基础设施等项目 项目要有效益 保证质量 防止资金挪用 出台措施 支持民营企业 平台经济 允许地方一成一策 运用信贷等政策 合理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为商务人员出入境提供便利 三是对一批行政失业性收费环缴一个季度 四是支持中央发电企业等发行2000亿元债券 再发放100亿农资补贴 五是持续抓好 物流保通保畅 六是各部门要训计出台政策细则 各地要出台配套政策 国务院即时派出稳住经济大盘督导和服务工作组 由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带对付地方联合办公 用放管服改革等办法提高审批效率 压实地方责任 加快政策落实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做好抗汗减灾工作 科学调度水资源 多措并举增加抗汗水源 优先保障群众饮用水 保障农业灌溉用水 指导农户抗汗保秋凉 中央预备费拿出100亿元 重点支持中道抗汗 抓紧研究推动晚到丰收举措 中央财政持续予以支持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疫情反而巩固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今年来西方各国都在谈论减少对中国工厂的依赖 但在过去两年 中国在全球货物出口的占比提升 反而巩固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华尔街日报指出 疫情推动西方国家对商品的需求 在中国将触角伸向高科技 及绿色能源等技术之际 西方想与中国脱钩更具挑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 新冠疫情期间 中国在全球货物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有所上升 从2019年的13%升至2021年底的15% 同期主要竞争对手 在全球货物出口额中的比重下降 德国2021年的占比 从2019年的7.8%降至7.3% 日本从3.7%降至3.4% 美国的比重从8.6%降至7.9% 中国2020年从疫情造成的最初冲击中 迅速恢复过来 口罩和检测试剂盒等低成本医疗物资 及电脑周边设备和健身器材等消费品 迅速填补上西方消费需求 为帮助员工挺过这场疫情 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出台了巨额救济措施 进一步刺激了西方的支出 中国的工厂则因为海外订当忙得不可开交 中国在全球电子产品出口的份额 从2019年的38%上升到了42% 纺织品出口额从32%上升到了34% 在全球经济遭遇通货膨胀飙升 利率上升和乌克兰战争之际 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得到了提振 中国的出口热潮在2022年持续 与经济学家对出口放缓的预期背道而驰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 2022年上半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角 去年同期扩大了21%至2220亿美元 在精密程度与价值更高的工业产品方面 如汽车发动机等 中国的市场份额一直在稳步增加 在政府的帮助下 中国公司还在新兴领域抢占一席之地 报道认为出于国家安全 全球供应链脆弱性等担忧 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对依赖中国更加警惕 但是考量到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 及其全球贸易重要性 尤其是亚洲小国 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则困难许多 中国稳就业贫破功 失业保险金支出创新高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政府将稳就业列为国家优先目标 但失业保险支付在6月创下了历史新高 增加劳动力市场陷入困境的迹象 经济更受到新冠疫情和房地产危机的严重双重打击 路透社报道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计算 6月份中国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的金额 年增256.6%至371.9亿元人民币 这是自2013年1月数据公布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 失业支出的大幅增加 导致失业保险基金6月份出现了227.4亿元的赤字 较5月份的49.1亿元赤字扩大 与1至4月的月度盈余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的失业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职工和政府补贴共同组成 用于满足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近月中国失业率处于高点 全国城镇失业率由2月的5.5%升至4月的6.1% 7月微跌至5.4% 全国16到24岁的失业率由2月的15.3%升至7月的19.9% 再创新高 中国政府在5月表示 将向企业每聘用移民大学毕业生提供1500元的补贴 今年城镇失业率的目标希望控制在5.5%以下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100万人 2022年前7个月 城镇新增就业783万人 达成全年目标的71.2%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恢复外国留学生入境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中国时隔两年多来将首次允许外国留学生入境 从星期三8月24号起 持有有效学习类居留许可的外国留学生可入境中国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星期二8月23号更新 关于当前赴华签证可受理范围和受理程序的通知 通知称自北京时间2022年8月24号零时起 持有效学习类居留许可的外国留学生 及持有效APEC商务旅行卡人员可入境中国 中国驻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大使馆 也发布了类似公告 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23号报道 从湖北省一所大学获得的调查问卷显示 该大学从8月22号起 已经开始收集希望从国外回到中国的国际学生的信息 这份针对2018级国际学生进行的问卷显示 目前在国外的学生可以在10月或11月复华 报道引述深圳第三人民医院院长卢洪周说 欢迎留学生复华并不意味着中国放松疫情防控控制 也不意味着放弃了动态清零总方针 短期内不太可能缩短入境人员的隔离检疫时间 中国入境要求在6月有所放松 目前对入境人员采取7天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加3天居家健康监测的管理措施 此前中国自2020年3月28号起暂时停止外国人持目前有效来华签证的 居留许可入境 暂停外国人持APEC商务旅行卡入境 自2020年9月28号起允许持有效中国工作类 私人事务类和团聚类拘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二十大前中共查办500万账号 微博处罚2000万条信息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共中央网信办公布 近期累计查处网络水军账号528万余个 处置群组贴吧45万个 而微博公布近期处置近2000万条违规信息 上周五十九号中央网信办公布 去年清理违法信息22000多万条 处置账号13.4一个 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 中国再度掀起网络严打行动 人民网报道说 本周二二十三号中央网信办 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 在国信办发布会上说 要将网络暴力 网络水军 网络黑公关 作为清朗系列专项行动中 一项重要任务 集中力量整治 此次当局清查目标 指向网络群组 网站论坛 电商 小程序等平台 将评论 弹幕 私信等环节 作为治理网络暴力问题的重点 将青少年常用的应用程序 智能设备等环节 作为治理 涉未成年人 网络乱象的重点 以查处重点网站平台 拦截涉攻击谩骂 造谣诋毁等信息 6541万余条 处置违法违规的账号 7.8万个 累计清理网络水军 招募引流等信息 1627万条 查处违法违规账号 528万余个 处置群组贴吧 45万个 另外 新浪财经客户端头条等 被有关部门责令 由8月22号起 停止更新15天 进行整改 纠正严重问题 山西时事评论人张昆仑表示 自去年展开 所谓的清朗行动以来 所有与官方意识形态 有冲突的言论 均被网管部门 定义为违法违规 加以清理 甚至封网封号 这些行动都属于 中共二十大的 安保措施范围 他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 全面及强烈的 控制社会舆论 尤其是在思想言论领域 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言行 要按照他们的话去做 跟他们保持一致 目的是要在今后 尤其是到习近平 控制下一届的权力之后 今年上半年 中国网信办频繁对外通报 网络严打结果 有舆论认为 当局此举是为了发挥震慑作用 就在上周五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举行中国这十年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中央网信办 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庸军说 去年累计清理违法信息 2200多万条 处置账号13.4亿个 下架应用小程序2160个 关闭网站3200余家 另据微博发布 微博网报治理报告 截至7月31号 微博共处置账号1.8万余个 处置内容1931万余条 处置内容包含粗俗冒犯类 讥讽内容类 煽动情绪类 歧视偏见类 恶意贴标签类 挂人引战类 故意抬杠等 其中粗俗冒犯类占比超过六成 微博通过添加700余个关键字 日均可处置内容约16万条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解放军室内突击演习 处处都是繁体字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一段记录解放军特种兵的演习短片 近日在网上热传 画面显示 演习场地内出现繁体字标识 不少中国网民留言表示 懂得都懂 还称是解锁新地图 网传影片显示 解放军特种兵正在进行室内突击演习 士兵身穿迷彩服闯入一栋建筑物内 而建筑物上方出现繁体字的办公室 储藏室等字样 影片也打出处处都是繁体字的大标题 影片发布后引发热议 还被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转发 并在贴文中写道 一段记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室内突击的视频 不经意间暴露了场地内随处可见的繁体字 不少中国网民留言称懂得都懂 还有网民表示 没有别的意思 请不要过度解读 一直在演斩首行动 实现祖国统一